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渐地冷了下来 可是 接下来的插播环节 让现场的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那就是高层领导发红包环节 主持人在大屏幕上公布一个公司群内部二维码 参加年会的员工纷纷加入群中 连同所有的领导 一共325人 领导们会逐个发红包 大家统一抢夺 至于抢多少 那就凭借着个人的本事了 第一个发红包的是陆董事长 一万元的大红包出现在了群内 共325分 惊吓开心地抢了起来 不过却只抢到了16.13元 惊吓笑呵呵地去看大洋抢了多少 大洋的手气更差 才只有16.21元 惊吓看着手气最佳的人员 居然抢到了532.78元 心中这个羡慕极度呀 第二个发红包的是陆毅 金额依旧是一万元 惊吓再次兴奋起来 蠢蠢欲动 等着这一次一雪前耻 可是 当他抢完红包后 气得他忍不住嘟囔一句道 我咔 杨月立刻凑了过去 看见惊吓抢了一分钱后 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竖起大拇指 笑着道 夏爷果然是牛呀 这么大包 抢到这个金额的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金夏凑过去看了一眼杨月的 只见他抢到了198.87元 气得金夏怒道 大洋 你是不是把我的红包给我抢走了 金夏和杨月的对话 被陆毅听在耳中 其实他发完红包 便一直在盯着看大家抢了多少 当他看见金夏 抢了一分钱的时候 不自觉地笑了 陆毅暗搓搓地表白 陆毅拿着手机 将金夏发给他的表情包 再一次地发回给了金夏道 一分钱也是爱 当金夏看见这个表情包时 真的是欲哭无泪 这简直是赤裸裸地侮辱 他可不觉得一分钱也是爱 他现在只想让大领导用红包 可敬地砸死自己吧 金夏给陆毅 回复了一个忍住不哭的表情包 待金夏的表情包发过去之后 陆毅便给金夏私信发了一个红包 金夏立刻笑容满面 没想到陆总如此贴心 还用红包来安慰自己 待他点开一看 看见上面依旧显示的是一分钱十 金夏心情瞬间不美丽了 条件反射般地回复了一句道 你玩我呢 陆毅看见金夏的微信回复 心情也立刻不美丽起来 略有些生气地回复道 随你怎么想 之后便不再看手机 不想搭理这个榆木脑袋 免得影响自己的心情 金夏看到陆毅的回复后 才发觉刚才自己和陆毅说话的语气不妥 但是无奈微信已经撤回不来 就算撤回也无济于事 因为陆毅已经看到了 金夏略有些担忧地看了看陆毅的背影 发现他已经不再玩手机 便也不再给陆毅回复 不过细心的金夏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小惊喜 那就是他发现他居然有陆毅的私人微信哟 因为刚才在群里发微信的陆总和给他发私信的陆总 用的并非是同一个微信号 这个认知让金夏的心砰砰地乱跳个不停 这个陆毅果真是让人难以琢磨 带陆毅发红包结束后 又有几个高层领导陆续的发红包 每个红包5000元 大家抢得甚是开心 带红包环节结束后 现场又开始了表演 车间自编自导了小品 随后还有皮影戏表演 女高音独唱等等 果真高手都在民间呀 抽奖环节 表演中间又插播了抽奖环节 一等奖主要是由陆董来抽 听着陆董念一等奖的员工编号时 金夏这个小心脏呀 砰砰地跳个不停 结果呢 与大奖擦肩而过 二等奖是由陆毅来抽 金夏的心脏再一次地跳动起来 结果呢 再一次地与大奖擦肩而过 所以 当陆毅回头偷瞄的时候 便看见金夏委屈巴巴地拿着参与奖 故作可怜状 看见金夏可怜巴巴的样子 陆毅觉得心情大好 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该让你心中只有人民币 失望了吧 表演名次 带有所表演都结束后 再一次玩起了发红包的游戏 各大高层领导和中层领导 纷纷开始给员工们发红包 金夏是抢得不亦乐乎 多余少不重要 只要有的抢就好 金夏边抢红包 边和大洋吐槽道 大洋 发现没 还是销售经理赚钱多呀 发的红包都要比别的领导金额多 次数还多 大洋看了看金夏 调侃道 怎么 你也想去销售呀 金夏嘖嘖两下 叹了口气道 没有人脉呀 要是小爷有人脉 我就去跑销售 人脉都是跑出来的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算了小爷还是安心的做好设计 等着抢红包吧 赚大钱的工作还是交给别人去做吧 哎呦 这倒不像夏爷的性格了 切 那是你不了解我 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带抢红包游戏环节结束后 便开始了投票环节 选出自己今日喜欢的节目 思宜配合主持人做票数统计 最终的结果是到 第一名到 品宝中心的街舞 第二名到 市场部的落舞 第三名到 设计部的唱跳 设计部第一次上榜 让设计部这群小伙子兴奋不已 这么多年了 设计部终于上榜了 大家齐身呼唤到 夏爷威猛 夏爷威猛 现场的气氛再一次地被调动起来 因为所有的节目结束后 马上就要开启吃饭环节了 待美食结束后 便可以放假回家了 今夏对这个名次也是很满意 要知道这么多年 设计部从来没有进过前三名 那一刻 今夏不禁疑惑到 不知陆总将票投给了哪个部门